哈囉大家好我是SHABI 歡迎來到UGS頻道 我們今天呢要再繼續這個魔物獵人世界的武器基礎概要說明影片系列 各位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 即將要開始一個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人生突破的時候了 各位魔物的人生 OK今天呢我們來講解就是這個 弓箭 魔物獵人弓 弓的這把武器的一個基礎說明 弓我這一陣子我自己研究下來了 我自己本身對於遠程武器的研究並沒有很多 這次算是在世界吧 魔物獵人系列以來在世界 算是對我來說是一個魄力也是一個手力 好不好 那最近也排了很多文章問了很多人 那也看了很多東西 我發現弓箭呢弓箭的操作其實不難 那今天呢我們大概也是來講解 關於這把弓一些基本的操作 還會介紹幾個弓箭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他需要的一些怎麼樣的技能 他需要的核心技能有哪一些 由於弓的配裝有很多 所以呢蠻多種組合的 那我這邊我就不多加配裝這部分的討論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另外可能就大家在爬文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我直接針對於弓的操作 他基本操作的東西 以及哪些需要留意的東西 還有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介紹 所以呢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各位 好的那我們來開始講解這個弓箭的基礎操作 第一個就是弓箭拔弓的話 基本上按三角形可以直接拔出來 那如果按R2的話也可以 然後呢按R2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會直接進入蓄力的方式 他會直接進入蓄力的階段這樣子 然後再來講一下弓箭瞄準的方式 弓箭瞄準方式的話 比較簡單就是按R2 按住他就會直接瞄準 就比如說他是依照你的鏡頭 比如說你的人物面對這個方向 那你的鏡頭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按R2 人物會自動轉向 像這樣子 這個後期可以運用這樣的特性 去做一個瞄準的動作 然後再來講解關於弓箭的一些基本的攻擊 我們有分為一般的攻擊 就是按R2 他就可以像這樣攻擊 那每個攻擊會有三個階段 就是三個蓄力點 然後最後一下會有三隻劍 那每個攻擊的點都會消耗不同的耐力 所以耐力對弓箭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基本上弓在射擊的時候 像這個R2的射擊是比較定點 就是比較偏集中的射擊 所以比如說射一些魔物的比較 就是他的弱點部位比較小 比如說像恐暴龍 他的弱點會轉移 比如說生氣的時候是胸口 胸口部分還有頭 當然沒生氣也是頭 就類似這樣子 還有比如說比較經典的就是麒麟吧 麒麟生氣的時候只有頭可以射 像這種定點的攻擊方式 就可以用這個普攻去打 然後再來我們講解一下 弓箭的蓄力問題 像我們的弓 這個是單純的攻擊 然後如果按住 這樣就會有兩發 然後按到最頂的時候 這樣會有三發 蓄力的階段不同的話 所產生的弓箭的劍術也會不同 威力也會不一樣 像這個是單純的D8 然後如果這個是蓄衣 這會有兩發 然後蓄到最滿的時候 這樣子會有三發 威力也會不一樣 然後這是我們蓄力攻擊 那稍後後面會介紹一個關於滑步的東西 這個也會跟蓄力有關 然後也會影響我們的鋼射 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圓圈呢 你有分 就是先蓄力斬移再鋼射 那如果呢 再按第三下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驅射 好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下 第二下 然後再來第三下 會有個驅射 然後這個驅射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驅射要謹慎使用 這個驅射呢 它算是為打擊屬性的攻擊 可以讓龍暈眩 所以可以搭配KO術來使用 可是呢 有一點一定要注意 這個東西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打團戰的話 這個東西呢 在跟隊友配合的時候 小心一定要跟隊友溝通好 不要讓這個東西 不要讓這個驅射 打到你的隊友 因為這個會使隊友斷招 這個一定要注意 當然自己過去是不會有事 驅射是接在我們鋼射後面 所以呢 比如說 比如說我攻擊完 然後接鋼射的時候 再按一下 一定是驅射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兩個 一直輪回 有沒有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弓箭的每一個攻擊 都會附帶消耗耐力條 所以呢 弓箭在運作的時候 在狩獵的時候 大家在控耐一定要注意 那弓箭的三角形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我們的 右下角有沒有 有這個 階級瓶啊 有沒有還有強擊瓶這種東西 那當然還有一些叫做麻痺瓶 毒瓶 綿瓶這一類的 不過那些都要看 弓箭的一些特性 才可以看說能不能裝 那基本上等一下這些瓶子 我們會做一些詳細的介紹 如果按三角形的話 你可以做這樣子有沒有 裝瓶 那裝瓶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裝的瓶子 它的旁邊會顯示一個UI 這就代表說 欸你現在裝這個瓶子 不會讓你說忘記你現在裝什麼瓶子 這樣子 然後再按一下的話就會直接拆掉 關於換瓶子的話 像比如說 我現在是裝強擊瓶 對不對 那如果要換階級瓶的話 基本上你先不用拆掉 你可以直接先換成階級瓶 然後直接按三角形 它這樣就會直接裝上去了 這一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當然三角形後面還會有一個近戰的一個招式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解到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這一代比較一個很帥氣的動作 但其實實用度也是還ok啦 可是要看狀況使用 就是所謂的龍之劍 還有就是稱為叫做龍之意識 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三角形跟圓圈按下去的話 就有這種帥氣的動作有沒有 然後一個蓄力 然後射出去 然後還會帶著類似那種電炮的音效 你如果按三角形跟圓圈的時候 如果你的位置不對 你要做微調 你可以按住L2 在它發射以前 都可以做一個微調動作 來看一下 比如說原本是瞄這邊嘛 那我們把它往這邊瞄 它就會射向這邊 這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只要不是太大的那個太大角度 基本上都可以做微調 跟那個大劍的那個蓄力的微調動作 有一點相像 就是那微調的角度 沒辦法太大 但是還ok 在容許範圍內 好的 那麼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弓箭 在這個弓的這把武器 在魔力連世界這一代呢 最具有特色的一個攻擊方式 就是所謂大家所說的滑步啊 或者墊步 或者墊步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滑步和墊步的一個功能 這個滑步和墊步呢 我們要怎麼使出來 第一個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按住瞄準 然後做那個迴避按插 如果沒有按任何的方向鍵的話 它就自動往前 如果你有加方向鍵的話 它可以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做一個移動 像這樣子有沒有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先攻擊一下 再做 再做滑步的動作 當然你要往哪邊滑都是一樣 就是加方向鍵 比如說 攻擊完 往後 攻擊完 往左 或者 按住瞄準 往左 往右 就這種兩種方式 去啟動這個滑步的這個攻擊的方式 連招的階段 這樣子 好 那再來講解 滑步在攻擊的時候 連續攻擊的方式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它就是你先滑一下 然後按一下攻擊 滑一下 按一下 滑一下 按一下 它的操作就像這樣 你滑完之後按一下R2 滑完之後按一下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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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滑步的攻擊特性 這個滑步的攻擊特性有分為就是 朝同一個方向做攻擊 還有朝某一個定點做攻擊 好 來我們來稍微說明一下 何謂朝同一個方向呢 也就是說 我的人物現在面對這個方向 我把它按一下 好 我只要按滑步 我不管左右 它都是朝同一個方向做射擊 好 比如說 我的你看 有沒有 我的視角已經轉到這邊了 有沒有 他的人物還是往那邊攻擊 並不會因為我往這個視角 他往這邊攻擊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定點 定點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大家會比較喜歡 我是還蠻喜歡的 有時候也會運用 何謂定點呢 就是我按住瞄準 那我會比如說我現在打在這個點 那接下來我滑的每一步 只要我沒有動到鏡頭 或者是我沒有開鏡的話 這樣的話都會往那個點打 可是呢 前提是你一定要先開鏡 然後往你要那個點 先標一下 這樣子之後 接下來每一個滑步 都是會往這個地方打 有沒有 就算我不開鏡 他都是往那個地方打 有沒有看到 來 我再試一半一次喔 來 首先打一下 然後開始滑步 不開鏡 開鏡了 只要我沒有動到 鏡頭 只要你沒有動到鏡頭 在滑步的當中 沒有動到鏡頭 他那個點永遠都是在那個方向 但是如果你 你站下去之後 你這樣打 中間你剛剛 像我剛剛有不小心移到鏡頭 他就往別的地方打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 不管你是開鏡 還是沒有開鏡 都會往那個地方打 可是我會建議不要開鏡 如果你真的 目前你想要持續在那個點上面攻擊的話 建議是先別開鏡打會比較 因為如果開鏡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我開著鏡 我先往這邊地方打 然後我現在 這樣還沒問題對不對 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我稍微盾了一下 有沒有 他的定點就消失了 他剛從這邊 跳到這邊 所以呢 這個是有好有壞 不過基本上呢 玩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通常就是說 我先打這個點 我後面就要換另外一個點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點 然後目前沒問題嘛 對不對 然後再稍微做點的攻擊 就是這個可以靈活運用 可以靈活運用 就看各位怎麼去做運用 所以呢 這邊跟大家講 有這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 定點攻擊 好 這是定點攻擊 來再來我們介紹一下關於滑步工的蓄力問題 像我們前面有介紹到這個 弓箭的蓄力的部分 有分蓄一蓄二 如果要蓄到第三 要裝強弓珠 那目前接下來 這個滑步工 我是用強弓珠來介紹 因為會跟鋼射有關 來我們試一下 首先呢 這個是滑步工 第一個滑出去 就是蓄力的部分 還是 是像這樣 如果假設我滑兩下的時候 他就蓄到最盲 就所謂的最大蓄 那如果滑步工最大蓄完之後呢 再打一個鋼射 那個鋼射 總共會射出六隻劍 來看好喔 什麼 滑一下 再繼續 沒有 來我們再試一次喔 再給你看一次 滑一下 滑兩下 滑三下 不一定要滑三下啦 只是為了就是 滑多一點這樣 來再看一次 滑八 好兩下 喝一下 然後鋼射出去 有沒有看到 好 這個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滑步 蓄到最大的時候 再接個鋼射的時候 這鋼射的數量會比較多 這個部分一定要注意一下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滑步空可以接鋼射 對不對 那鋼射完一定是接驅射 對不對 這個可以注意到 那這邊呢 稍微做這個部分的講解 這個就是這個驅射的補充 滑步空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射完 然後這個 對不對 那各位這邊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的滑不完 接鋼射之後 如果再按一下一定是驅射 這個時候一定要注意 有時候如果 隊友黏的時候 你如果設下這個的話就尷尬了 然後包含這個驅射 基本上是會 對隊友會有傷 就是影響 對你沒有影響 但是對其他進戰會有影響 再來就是這個滑不完之後的這個鋼射 之後的這個驅射 要小心不要按出來 也就是說我先滑一下 然後射一下 鋼射之後 再滑 你不要再按一下 你再按一下的話就射出驅射 這一定要注意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就是滑步 就是不要給他按第二下圓圈 你按下去的話一定會 一定會接驅射 這一定要注意 再來講一下 驅射其實可以定位 你要定位驅射的話 你就先按開鏡 然後再按蓄力 然後再按圓圈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移動了 我可以想要知道我的驅射射在哪邊 然後放開圓圈 他就會射出去了 然後再按住一次 這樣就可以一直持續 就是R2跟L2按住 然後按住 然後再按圓圈 最後這樣方式 但是如果呢 你沒有按開鏡的話 直接按蓄力跟圓圈的話 他就像這樣子 他就只會有那個位置 他只會定在那個位置 所以要注意 好再來講解一下 剛剛我們前面有說到的三角形的一個功能 前面剛剛大家有跟大家講解到說 三角形還有一個近戰功能 這邊呢 我稍微介紹一下 你就是先滑步 先滑一下 然後再按一下三角形 他會有個近戰的功能 來看一下 我先滑 我再這樣 像這樣怎麼樣 我插一下 我們可以再滑回來 這種功能呢 通常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來回耐力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耐力一直扣對不對 然後按一下三角形 還要回一下下 然後再滑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回耐 就看各位覺得如何 然後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關於跳跳功的部分 跳跳功就是類似你們看到這種蘑菇牆 或者一些可以攀登的一些柱子 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去做一個 就算是射擊的技巧 像這樣子喔 比如說滑步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就像這樣子 然後並且往回射三發 這樣子 但這個就是 看每個人怎麼想 我們只要有這樣子的動作 他就會射 就會射你 但如果角度調得好的話 就是可以一直不斷的上去再下來 上去再下來 其實這個速度也蠻不錯的 那 詳細的部分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之前 之前有跟我玩磨過魔物的一位 那個實況主嘛 就是青玉 可以去看他的影片 他有一部 類似有教這個 的部分 類似有教這個跳跳功的影片吧 可以去看一下 好 OK 然後我們再來講一下 弓的這個斜坡的部分 弓的斜坡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按三角形的話 會像這樣子 會拔弓 但是如果你按R2的話 會像這樣子 他會這樣蓄力 像這樣子 那如果是在懸崖的部分的話 你只要跳起來 就是像這樣子 你按三角形他會有近戰的功能 我們再看一次 會有個近戰的功能 那如果跳起來按R2的話 會有個空中拉弓的動作 這樣子 大概 弓箭的這個 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斜坡 跳躍 跟這所謂的 這個攀壁 的動作 就是所謂跳跳 大概這樣子 OK 好的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關於瓶子的部分 瓶子部分呢有分幾種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有分為就是爆破瓶 然後呢 綿瓶 以及毒瓶 還有麻痺瓶 那基本上這幾種呢 就不用多做介紹 就如字面上一樣好不好 那比較介紹的是這兩個 有一個是每一把弓都會有的 就是解脊 而且他是無限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強擊瓶 這兩個都是弓箭當中比較重要的兩個東西 這個稍微先講一下強擊瓶 強擊瓶呢 就是所謂的增加弓的攻擊力 增加弓的攻擊力 像這樣子 那如果把它拆掉 好來 有沒有 攻擊就是稍微 銳擊一些有沒有 那如果再裝上去 像這樣子 那再來講一下 關於這個階級瓶的部分 這個階級瓶啊 如果你裝上去會增加攻擊力 沒有錯 但是呢 你的攻擊範圍 相對的就會縮小很多 你看 像到這邊有沒有 你的攻擊範圍就已經超出了 有沒有 如果把它拆掉 這樣又可以攻擊到 這個是階級瓶的特性 所以呢 裝入階級瓶的時候 就要注意這個距離的部分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距離 不能太遠 要剛剛好 這樣 然後再來講一下我們弓箭比較重要的技能珠子 有我們的強弓珠 強弓珠呢 主要就是弓的蓄力階段再增加一段 像我們剛剛這把教學的這把弓箭 這把凱羅弓 那他只能蓄兩段 如果有裝這一把這個技能的話 我就可以蓄到第三段 這個強弓珠 如果有打到的話記得一定要裝 然後再來是這個強弓 強弓呢就是 所謂的就是 通常弓啊 就是弩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七弩或中弩 這種通常弓 或者通常劍 提高他們的威力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散彈珠 散彈珠的話 就是增加鋼色的威力 所以呢這個 散彈和強弓 一起用下去的話 對弓 是有用的 像你通常的攻擊 你劍的攻擊 加上你鋼色的攻擊 這個都會有所提升 所以呢這兩個記得一定要裝 那再來就是 所謂的體術 體術珠用下去的話 因為 弓如果玩墊布 墊布流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一定要配 因為 你用墊布打的話 你的耐力會消耗蠻高的 所以這個 這個可以減少 消耗的那個耐力 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搶走 搶走這個部分也可以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找氣 其實這三顆 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到底要怎麼去配 這三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弓箭這部分呢 你如果要打出傷害的話 通常就是 用對應的屬性去打魔物的弱點 看哪個魔物弱哪個屬 然後就配哪一種弓 但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說 每一把屬性 每把屬性它的那個 提高屬性傷害 都有一定的極限值 所以這位的話 在用每一把武器的時候都要去 稍微看一下說 那我大概這個屬性大概用到多少 之類的這樣子 這個部分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說像我現在這把弓 我只有就是所謂的 只能裝那個強級跟階級 對不對 那如果比如說我需要睡眠 或者麻痺品 我只要有這種租的話 然後裝上去 基本上我這把弓我就可以再裝 多增加這個 你所指定的這個 比如說像現在 我又增加了一個睡眠 那我這把弓就可以裝睡眠品 那再來就是這個 比如說我還需要麻痺 那我再增加一個麻痺 那我這個弓呢 我就可以裝階級強級 然後可以再多增加兩個 就是麻痺跟睡眠品 這樣 好啦那基本上是先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實戰的部分 好不好 很一樣是去打我們每一次 實戰都打的那隻蠻二樓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出爆吧 Let's go OK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那基本上我先看一下 他在哪邊啊 喔在那邊 OK 基本上弓箭是為了這個影片 我才開始 比較去練 所以如果等一下 如果沒有打的很好地方 大家都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齁好不好 嘿 當然我弓箭這樣玩下來 是感覺蠻喜歡的啦 但就 呀 嗯 就慢慢來吧 好不好 他剛剛大了一個便 我趕快 我趕快再踩一下 喔來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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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啊 哇哇哇哇哇 THEY 哇a 哇哇 哪些來撞這個樹啊 哎呦喂哎呦 哎呦 OKOK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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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劳 哎呦歪咖了 OKOK O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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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